北京时间7月2日 距离福岗游泳市井赛 还有两周时间 国家跳水队在进行最后的测试赛 上周是双人测试赛 四队组合中 女子双人十米台的表现最为出色 陈玉希和全红禅总得分打破了世界纪录 在国际赛场上简直就是独孤求败 昨天 国际跳水队进行了单人测试赛 备受关注的女子十米台没有上演神仙打架 陈玉希稳定的可怕 五跳拿到了434.05的高分排在第一位 本以为全红禅也可以拿到这种高分 毕竟在加拿大世界杯赛事中 她的得分破了世界杯纪录 破了450分 谁也没有想到 全红禅这次仅仅拿到了396.95分 可以说是发挥失常 根据央视体育给出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全红禅的407C和207C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水花效果堪比炸鱼 如果说207C发挥不稳定可以理解 但407C炸鱼就非常罕见了 洲际红领队表示 队员们的动作看起来有点疲劳 毕竟进行了六周的高强度训练 所以 全红禅应该也是进入了疲劳期 希望他能尽快地调整过来 从2020年的奥运会选拔赛开始 全红禅无论是国际大赛 还是国内大赛得分都在400分以上 这次的396.95分也是全红禅两年内首次跌破400分 确实让人意外 陈玉希依然是稳定的可怕 即使拿到430多分 他仍然觉得不满意 最后一跳出现了失误 中国跳水队在十米台项路上拥有这两位小姑娘 可以说上了双保险 希望他们在此次市井赛可以发挥出该有的水平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